是有那么夸张吗 二姐将会宣布她疯麦 所以呢不唱之后的最后一场演唱会 大家抢票 提出那最贵的一张票是6800 还有5000多块 这最贵的前两个票价 就现在网络我刚预告是真的 你看怎么有6800的卖到4万 4万耶 然后呢5800的卖到77000 宾宇会不会太夸张了 4万7万的票 对这一次啊 将会的风麦演唱会 真的是非常夸张 去年过年的时候 大家号称最佳孝亲伴手礼 是什么 是红米鸡 今年的过年 大家在讲说孝亲最佳的伴手礼 是什么 就是二姐将会演唱会的票 所以我们家族啊 总共10个人 从昨天晚上开始点电脑 就已经开始塞车了 今天早上整个网络 就已经开始当机了 根本不用等到12点 这个网络网站上开卖 就已经完全进不去 10个人半张票 没有人抢到任何一张啊 所以你10张都没抢到啊 10个人买 要买两张票 买不到 半张都买不到啊 所以说这个盛况真的是空钱 不过呢 你今天没有买到的 不要着急 明天还有 为什么呢 因为江慧这次的演唱会 她为了苏解网络流量 所以分了三天来开卖 除了今天有去卖这个7月25 7月26 7月28 7月29 跟8月29 8月30号 台北高雄的一个演唱会票之外 明天1月6号 1月7号 她都分别有开卖 那票价的话呢 从800到1800到2800 最贵来到6800块都有 她这个6800块的一个票价的话呢 已经创下国内这主要歌手 最贵门票的一个记录了 对嘛 我就想说好像我们国内的歌手 门票最贵的好像还没有到6800 以这个演唱会之王 五月天为例的话呢 她最贵的票3880块 最便宜的480 平均的话2100就有了 500的话呢 最贵3800 最低的话800块 均价2300 那你说像周杰伦够红了吧 最贵也是5500块 便宜的话800块就有 平均票价3150块 可是这次将会最贵6800块钱 最低价800块 平均也要3800块 所以不管什么王什么姐 都打不赢二姐 对 所以你看哦 这个东西啊 还不止不是说你花钱就买得到 现阶段抢掉票的人 已经在这个二手售票网上面的话 开始在喊价了 贵的喊到7万多块钱 原本5000多块的票价 喊到7万7 这个比较好一点点呢 也喊到4万多块 你如果十个人抢两张 从头到尾都抢不到 你不会去买7万7吗 你会吧 你还叹气 这站在 若是我我可能不会啦 但是站在孝亲的观点 你没有带两张票 这个过年怎么回老家去看爸妈 所以搞不好 3万块真的会买下去 这也不一定 而且是疯妈演唱会 所以你要想象说 这个东西所带来的效益 会有到多大 光是演唱会的收益 出乎来看的话 江会这次16场 就有将近门票6亿的收入 一场平均是3750万 那比那先前费轻 15场总共收益6800万 平均一场458万来讲的话 就高出许多 再让我插播一下 也许观众朋友 您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前线百分百 今天突然间要讲江会 一 因为江会的演唱会 风麦的演唱会的票 大家抢 那这不是我们今天谈论的重点 是因为大家抢票 所带来的经济学 跟商机大的不得了 别台不会讲 今天百分百绝对要讲 所以宾宇要开始讲到重点 到底那个抢票经济学 16场6亿 怕死人是最多的 对 那包含你说像那个蔡依林 蔡依林小天后 总是不得了了吧 从2013年的演唱会来算的话 6场总计2120万的一个收益 平均大概每场353万 那5月天 5月天都是号称演唱会之王 它跨年场的话 平均每一场有一亿的一个收入 更何况带动周边的效应 可以号称将近快要10亿的一个观光彩 我以这个2012年 这个5月天 它的一个巡回演唱会为例的话 初估来看周边的一个效益 比如说是以这个国外的观光客为例 初估1万人去做这个观看的话 那每一个外国进来的观光客 起码在台湾停留跟看演唱会期间 花个2万块钱不为过吧 所以这个1万个外国人的话 大概就可以带动2亿的一个消费额 那你说外地进去的人 你说初估大概9万人进去 吃喝要住对不对 对没有错 不是只有单看演唱会 旁边周边还要去观光一下 那你说外地下去看的的话呢 初估9万人来看的话 平均每一个人花费个5000块钱 那这样子也要花到将近快要5亿 大家不要想说真的有那么多人下去看吗 就以今年啊 今年从2014跨2015的这一次演唱会为例 台铁哦 官方的台铁还特别为5月天的演唱会 加开5个班次 书运火车载人下去听演唱会 而且班班客满哦 对没有错 那包含本地人如果说初估个9万歌迷 每个人买买什么纪念品等等 花个3000块为例的话 那也有将近快要2亿多的一个商机 那我问你哦 因为宾已经开始在算了 江汇的那个总共它的16厂 再给大家看一下 16厂现在大家推估呢 它的商机呢 光卖那个票价是6亿嘛 那去的人要吃喝住玩观光 加总起来请问哦 3618 18 20亿不为过吧 16厂 我想突破那个5月天的这种2012年的周边效益来讲的话 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毕竟就年龄层的观点上面来看的话 5月天的歌迷啊 大概年龄层都比较轻一点点 但是这个江汇啊 风麦演唱会 光是风麦这两个字就不得了了 它的周边的这个商品 DVD代言的商品 这些的商机的话 要突破像5月天所创造出来的周边收益的话 这种10亿的水准 我想是很有机会 可是我一直很不懂 为什么江汇要风麦啊 哦 这个啊可能是出了一点状况 因为事实上它从前几年 2008年开始 它就一直有这个想要退休的这个念头在这里面 主要的原因其中之一 它是希望说能够在这个人生演艺事业的巅峰的时候呢 留下一个美好的身影 转身离去 这个应该是高点隐退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啊 它长年以来一直受到这个眩晕症所苦啦 什么叫眩晕症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耳朵分为外耳中耳内耳 这三大部分 内耳的话呢 又分为前庭跟半规管跟耳锅以及听神经这几个系统 也就是说内耳其中一部分是保持您的平衡的 所以呢通常有眩晕症呢 是在内耳出一点点小状况 对问题就出在于说前庭这个地方出问题 因为前庭就是直视你的平衡系统啊 那所以说当这个地方发生状况的时候啊 会开始产生这个天旋地转这样的现象 据这个有这个眩晕症的这个这个这个人来表示的话呢 他这个晕起来的话哇简直是生不如死啊 我听说汉伟啊听说那个我为什么会讲他是一种文明病 因为呢他是压力太大 现在很多人得眩晕呢 你就看那个随便去一家医院问 那个只要他是眩晕科 然后看眩晕的都是往往是压力太大啦 然后感冒啦喝咖啡啦这些都会造成 你周边有人得到眩晕吗 我周边也有人得到眩晕症啊 那其实他治疗起来非常的麻烦 医生给你最好的建议就是说 尽量脱离会让你压力大的一个事情 那作为一个平心经济好好的修养 整个眩晕的症状才有机会做一个改善 可是不可能你在工作就压力大 对啊一般大家工作一定会碰到所谓压力大的事情嘛 所以这个对很多人来讲他困扰非常的久啦 那以二姐这样的例子来看的话 但他在这个高潮的地方做一个隐退的动作 我觉得对他整个身体的状况 可能也是比较有帮助的 所以二姐的眩晕真的那么严重喔 对的确是这样子 而且困扰他很多年了 而且重点是在于说 如果就现代医学来讲的话 眩晕这种症状它明确的一个起因 恐怕还没有办法非常非常清楚的找到病因 因为他引发的可能性有相当多种啦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当然他会萌生退役啊 所以这一次的封麦演唱会 可能真的是在台湾的演唱会史上面啊 可能是空前甚至有可能是绝后啦 其实讲到了江慧 大家很喜欢他 喜欢他的是清禾啦 唱歌其实是有夠好听 所以爸爸妈妈们才会想说 去听一下 不过我们凯琴因为都是兵语啦 儿子啦小孩买给你的 不说不知道 不知道啊 听说江慧是我们股市业界的长官 曾明宗今晚会曾主委的表妹喔 对啊我今天也非常惊讶 主要他们的祖母的话是亲姐妹喔 不过命运真的有一点差别喔 那我们曾主委的话可以念大学啊 青年中心大学才学系还可以念研究所啊 但是我们的江慧的话 九岁他必须要出外面 就开始那开始唱歌喔 说真的是蛮辛苦的啦 那二十岁才真是出道 但是那十年的话 正在北头的那开始 四个离岛 有时候受到忍弱 那个过程的话 确实确实非常的一个艰辛 那二姐最大的差别是在哪里 就是说老灰啊 也唱她的歌 那即使一些年轻的女孩子 也唱她的最新的歌曲 所以她变成老少嫌疑 那女生唱她的歌是正常 但男生很多人比赛的话 也选她的歌来唱 雄心酒店 那个施文斌 施文斌就说好希望跟二姐再唱一次 所以他就是要歌唱 像人心头啊 这个大家都耳熟 你怎么会唱喔 我不能唱歌的人我也会唱 但是不好听 但是也会哼啦 所以原则上就是她的歌 让所有老百姓的话 都能够朗朗上口 她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欢迎的程度的话 真的是非常广泛 那专辑有60张 重点是专辑有的人是可能属于那种 可能卖得不错了 但是可能在那个评审委员那种 还要音色 还要音质 还要什么这个停顿 还要高音怎样那种所谓军取奖 这个评论的话就困难了 所以你好卖 但是不一定会得军取奖 他军取奖已经得到 有一点可能不想太得 因为有12座金取奖 对啊 他是冠军 没人得得比他多 对啊 你看那个鸡腰 有时候一听的时候都会脖子 你可以发现那歌曲的话 都是唱出心里面很深处的一个心声的一个情况 人家就说因为他经历过嘛 怕过艱苦的日子唱出来的歌会有感情啦 不过现在就在想说这种有感情的这种歌 最后一次听不到怎么办 听说汉尾啊 听说今天因为7-11就是i-Bone抢票 每一家的7-11都排队排很长啊 对啊 都大爆满啊 如果大家中午去7-11看的话 就发现到其实大家中午不是在排买吃中餐 反而在i-Bone前面排这个抢票的一个动作 所以代表说这个二姐的一个演唱会来看的话 真的是非常的热络啦 那你可以看到就这个超商的一个部分 这个所谓的一个有人做一个统计啊 就是说以大台北市来做一个抢票的一个动作的话 可能在这个中山区是最好抢的 为什么因为中山区的人数比较少 但是超商的电数比较多 所以你要去中山区抢票是比较容易抢得到 那抢票的部分要具备7大秘密武器 讲到抢票我先问 今天有人为了到7-11去i-Bone抢票 说什么跑到阿里山的 是真的啊 跑到阿里山的7-11啊 对啊 他在网络上po出来说 他在阿里山抢到这个江汇的一个门票 然后大家觉得非常的惊讶 就说哇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聪明 就知道说要去最偏远的地区去做一个抢票 那这个当然就代表说 其实你会发现到这个抢票这一个门 这门学问真的非常的深 而且这一个人呢 跑到阿里山的7-11去抢票 你知道他还带了什么 他还带了乖乖跟那个卫生棉靠得住 因为拿上去你就下不来了嘛 所以要放在那个i-Bone的机器上 机器要乖乖的哦 然后要靠得住 所以他果然就抢到票了 对啊 因为大家可以发现到 其实在所谓的一个资讯页里面 都会把这个电脑机台旁边放乖乖 那抢票你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系统千万千万不能当机 所以你看到抢票7-115系里面当中有什么 橡皮擦跟剪指甲 为什么 因为你在抢票的时候 有些人就不小心他手要按1就点到2 那取消之后你的票就不见了 还是说你抢的座位是要抢摇滚去就不小心点到 后面的所谓一般的一个座位去的话 也会造成说你抢不到票 所以这个抢票7-115系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你要领号码牌 因为这个超商排队的部分的话 你先领号码牌 最少你可以抢到第一个的位置 那再来就是说 你最好能够就是确认你选票的一个时间 那还要确认就是更重要就是说 那个iBone里面一定要赶热子 因为曾经有人发生这样的一个惨况 全部都已经选好了 也顺利抢到票了 结果发现到那个收据印不出来 没有办法结账你的票又被人家定走了 所以这个抢票的7-115系 我觉得当然就是你在超商排队的时候 可能要先预测好 这些所谓的相关的工具都能够准备好 橡皮擦是要干嘛 橡皮擦的话就是说能够帮你去点 怕会有肥手指事件点错 所以要用那个橡皮擦这样点 铅笔后面的那个这样子点 当成是点选的工具 就是那种触控笔这样 对对对触控笔 那剪指甲是 也是怕会有肥手指点到隔壁 其实女孩子比如指甲流长长很漂亮 可是在点iPhone的时候就不好点 然后另外就有些人都觉得超商 我看到那么多人排不到怎么办 有些人就想到说 那我可不可以透过政治人物 去做一些选民服务的动作 你看像林佳蓉的部分 因为她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留言系统 被灌爆说 为什么江会的演唱会不开在台中 台中有那么大的一个歌剧院 居然没有江会的一个演唱会 所以林佳蓉就说 她可能会去尽量去争取 看江会能不能在台中加开一些场次 那再来就是说 像罗淑蕾的部分也是一样 她有选民透过罗淑蕾希望 她能够做一个带定门票的一个服务 因为传出来说 罗淑蕾跟江会是好姐妹 所以看能不能走一些后门的一个关系 去做一个拿票 那只是说罗淑蕾现在说 她目前也没有办法去订到这个门票 我们有一张罗淑蕾跟江会的拍照 所以到底罗淑蕾 因为今天听到的消息说 就跟罗淑蕾拿了 罗淑蕾有一千张 这真的还假的 罗淑蕾 就是江会的经纪人有出来否认 说没有这回事是不可能的 因为连他们自己制作单位的 都没有保留这样的一个门票 所以说应该是一个误传 但是这个传闻的确是引起网友的一个重怒 因为大家抢票抢不到 结果罗淑蕾你说你有一千张 而且是选民服务 那这个很让人家气愤 所以应该是误传 否则如果说因为这个有公关票 而名列歌兰委名单 那这样很好笑 其实如果我那时候还在想说 罗淑蕾如果有一千张 那经管会曾主委表哥 应该就更多张 所以我还在想说 曾主委不知道有没有公关票 不过现在掌握到好像都没有人手 手上有票对不对 对啊 就算有也不敢大声囊囊 因为就是你可能私底下有 你也不敢说出来 因为那么抢手 所以这个当然就造成说 你看到这个票这么多人抢 这么多人透过各种关系 你会发现到 因为这个封麦的一个效应 江会的专辑最近也是大幅度的一个热卖 在博客来的平台里面 他之前演唱会的专辑 目前是在整个一个榜上面排第二名跟第三名 而且三天的销量 就超过去年全月的一个销售 五倍以上 但是进广告 因为听专辑在家里听 根据听他现场唱演唱会 完全没收缸 不一样的感觉 最近广告那个票 怎么去抢 我们还有四大绝招 因为明后天两天 要教会您 这是汉尾的大主题 说到了抢 这个到底要不要抢 听说2015年新春的 开春的这个月 餐饮业 抢着要挂牌 上市柜到底是哪一家呢 幸福是吃出来的 吃 舒服 然后 我们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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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哪里